4.丢了的钥匙 星期六的晚上,杨子老师发愁了,哎,钥匙不借车该有多好啊。 前几天,杨子老师拿到了汽车的驾驶执照,才刚刚到手的,不过自己没有车,于是向朋友借了辆车。 朋友嘱咐说,杨子是个粗心大意的人,千万别把车钥匙弄丢了。 可是,那把钥匙还是被杨子老师弄丢了,钥匙肯定是丢在岩鼠原野上了,今天,杨子老师来向明良他们炫耀,他会开车了。 但是,岩鼠原野这么大,钥匙掉到哪里去了呢? 不要紧,明天,让明良他们找一找,车子星期一早上还就行。 杨子老师这样嘟囔道,然而,外面无声无息地下起雪来了,如果岩鼠原野被雪埋住了,车钥匙就不可能找到了。 这会儿,明良正从壁橱的隔板上,一遍又一遍地往下跳,一遍往下跳,还一遍巴达巴达地蹬着腿,这是空中行走的练习。 奇怪,怎么走不好呢?明良擦了把汗,那是四五天前的事了,喝得烂醉,情绪高昂的爸爸回来了,说,明良,我教你空中行走的方法吧。 这怎么可能?这么想,正是习惯了在地上走的人的愚蠢的地方。 听好了,右面的脚向前迈吧,趁他还没有落下来,就向前迈左脚,趁左脚还没有落下来,刷的迈右脚,要是能飞快地重复这个动作,人就能在空中行走了。 嗯,是真的吗?明良思考起来,趁一只脚还没有踩到地面,迈出另外一只脚,如果是这样,的确是能在空中行走,怎么想也没有错。 而且,要是真的能空中行走的话,那可是了不得的事。 第二天,妈妈去买东西的时候,明良实验起来,练着练着,她觉得好像是能走一两步了,明良奔到岩鼠原野上,对执行他们说,我能在空中行走了。 执行他们笑起来,那你走给我们看看哟,要是真的能走,我们给明良买一百个好吃的奶油泡芙。 玉子这么说,不过,如果不能走,你就要反过来给我们买奶油泡芙,十个就行,一难补充道。 于是就定下来,明良在猫头鹰森林的树上,坐空中行走给他们看,时间就定在明天,星期日。 今天真是巧了,妈妈不在家,明良拼命苦练起来。 第二天,院子和路上都是白茫茫的雪,明良他们四个人,在通向岩鼠原野的路上飞奔。 玉子一边跑一边说,明良,积着雪呢,万一掉下来也没事。 哼,我怎么会掉下来?明良一副傲慢的样子,前头的一难站住了,哎呀,杨子老师。 原野正当中,杨子老师正用铁锹挖雪,你们来帮我找车钥匙吧。 老师把铁锹举了起来,大声叫道。 执行大声回叫道,没用药老师,等到雪化了吧。 算了,我不再求你们了。 老师一转身,把屁股转向了四个人,又一个人挖了起来。 白茫茫的原野上,看上去要比平时辽阔得多,正当中的老师,看上去非常的小。 于是,玉子说,帮你找药老师,不过得等一下,现在明良要空中行走。 空中行走?这可得看一看。 老师把铁锹往雪里一插,朝玉子他们这边跑了过来。 大伙朝猫头鹰森林的树底下走去,明良爬到了树上。 走了,明良哒哒哒哒地蹬着腿,跳了下来。 大伙哄得笑了,还没走,明良就掉到了雪上。 掉下来的明良向前头摔去,手插进了雪里。 手摸到一个什么玩意儿,明良一把把他抓住,站了起来。 太遗憾了,明良,请我们吃奶油泡芙吧。 执行说,还是走不了啊。 明良一边这样说,一边摊开了手,手上的东西闪了一下。 啊,钥匙,车钥匙。 杨子老师叫起来。 那天,杨子老师钱包里的钱,全部都买了奶油泡芙。 虽然不到一百个,但大伙吃了个够,虽然没能在空中行走,但今天是个好日子。 明良高兴地说。 这个东西要给我们吃东西。 听见旨子、第二天,杨头带来。 蒜池。 起来后,我们想要再开那个钟的说明,